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我们修心啊 每一个人要精进 精进的时候呢 要完全放下 要心中没有挂碍 你今天要念经了 你心中还想着很多事情了 你要做什么事情了 你说哎呀我来修修心吧 你心中肯定放不下 修心每天 要用至少一到两个小时 用自己的恒心 用自己的恒心来坚持 这一两个小时就是我天天念经的时间 因为我们人只要一挂碍 他马上就会到中阴生当中去 因为中阴生会在你的挂碍当中的 因为你人心灵魂一不守舍 马上就会产生颠倒梦想 所以无挂碍的人 他无有恐怖 没有挂碍 他不会产生颠倒梦想 所以修心的人 一定要管住自己的意念 不要让他产生 在中阴生当中的挂碍心 所以师父叫你们 要安住自己的心 止住自己的念 一个人念头停了 那么你心就不会乱想了 你念一齐意念上升 那么你接下来 你就会杂念横飞 所以要止念 要止念 所以菩萨经常跟我们说 要学会用法界的护持力 什么叫法界的护持力呢 就是我们要懂得 要求菩萨保佑我们 今天把经验好 求菩萨保佑我们 把心修好 请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 能够让我们心中 得到一种解脱的力量 来提升自己 让我们不要心起挂碍 所以有的佛友经常问我 说师父我们能不能 跟观世音菩萨祈求 让我今天经验好 当然可以 凡是向上的 菩萨都会加持你 你比方说 如果你有欲望 你思维当中产生欲望了 那你要叫菩萨说 加持你 去除欲望 菩萨还是帮助你 如果你心中有很难克服的那些障碍 你可以跟观世音菩萨说 菩萨请您给我力量 来克服我这些心理障碍 其实这个在求的时候 本身就在你心中产生了一种正能量 因为你求菩萨帮助你消除这个业障 消除这个障碍 说明你在进步 说明你在精进 说明你要求菩萨 来化解自己的烦恼 这本身就是一种正能量 而任何的正能量 都会消除你心中的负能量 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们人会生病 对不对 那如果你求医生 医生你帮我看好病吧 这医生说我一定帮助你 那你是不是信心打针啊 你是不是能够想到 我能够克服自己这个病 我能够把这个身体上的毛病 能够消除掉 所以这个信心的升起 实际上已经是你得到了 加持的开始了 所以很多人不懂这些 所以我们做什么事情 尽心尽力的 什么叫尽心尽力做事啊 尽心尽力要懂得 我今天念经 尽心尽力 万一有杂念了 求菩萨保佑 我今天学一件事情 我尽心尽力 万一有障碍了 我求菩萨保佑 你是不是在尽心尽力啊 你经常这样尽心尽力 你慢慢地碰到事情 就会精进修行 碰到烦恼 你就会放下解脱 所以不把任何烦恼放在心中 不把任何障碍 挂碍放在心中 你就是取得了中观中道 烦恼有吗 有的 来了之后把它消除掉 不是中观吗 中道吗 不是说完全执念 因为你止不住的 执念只是在你 慢慢地中观之后 中道之后 所产生的一个效果 而这个效果是 你能够用你的修为 终有一天会止住自己的念头 并不是你现在就能止住它 所以我们寻者知道 在这个人世间 世界上一切的起伏 你们想想看 我们在人间 碰到这个因缘了 烦恼生起了 碰到那个因缘了 烦恼生起了 就是在因缘当中生存 在果报当中生活 你们看看我们 哪一个人不是在果报当中生活 你今天是不是受着你过去的果报 你们今天胃不舒服 是不是过去没有好好的照看好自己的胃 你们今天要改掉你们身上的烦恼 改掉你们身上的毛病 痛苦吗 有些时候像剥一层皮一样痛苦啊 要改吗 要改了 我选择了佛法 我选择了成佛 成菩萨这个道 我就必须要改变自己 因为我选择了佛法 这就是我们说 不要受到社会上的染择 学佛的人绝对不能受到社会上的染择 别人怎么想没关系 我就是这样好好的修 我就是好好的努力 我虽然活在这个世界上 但是我就是要做菩萨 别人用人间的贪嗔痴慢衣 在生活着 他们觉得他们是对的 而我就是用菩萨的慈悲洗舍 我这么生活 人家骂我傻子 没关系 情愿做为众生服务的傻子 这就是你的坚强的这种毅力和信念 来克服你的障碍 所以我们学习佛菩萨 就是要学会把佛陀的光 观世音菩萨的热 所有护法神对我们的爱 和我们应该拥有的 九世田中的智慧 撒向人间 救度众生 来帮助别人 一事修成 你们想想看 能够帮助到别人一事修成的人 他能不能一事修成 这就是利人利己 所以我们要让每位众生生活在快乐之中 要脱离痛苦 把自己的心要变成光明星 你们知道什么叫光明吗 光就是能量啊 明是什么 日月啊 明就是我白天也很懂 晚上也很明白 那么你就是个明白的明吗 所以一个人要懂得 我今天不管做什么事情 已经明白了自己的心 明白了我的到人间来的任务 我们就是来度众生 学佛 来改变自己的 我们不能像有些凡人一样 在人间红尘当中 结缘了什么 我就去做什么 给了你外城了 你又去做这个外城的事情 所以人生一定要懂得 很多人间的东西 你不要把眼睛睁得太大 当你看得太清楚的时候 你眼睛睁得太大的时候 你就会把人世间的一切假象 看成是真的了 然后你心中就会有烦恼和障碍 你相信自己能改吗 能改就是个好孩子吗 你不能改 你就是个坏孩子吗 你只要相信这个世界 一切都会改变 我不把这个人世间的 暂时的给自己造成烦恼的 任何事物和人 把它看成真的 只是暂时的烦恼和障碍 那么我的人生就会有一个转折 就会有一个转变 就会有一个更好的明天 所以学博就是要用心来解脱 我们每个人要用心来解脱 你的心到底想解脱什么 你还在做什么 你的心是不是明心 你的心是不是还在沾染着一些 人世间红尘的五欲六成 是不是沾染着很多的污垢 所以要灭度自己心中的烦恼 要让菩萨的智慧散发出 般若的无限的光芒 把自己都忘记了 把自己都变成空无了 你就得到菩提了 所以得到菩提智慧的人 实际上就是世间一切智 你都拥有了 所以你去看能解决人间很多烦恼的人 这个人拥有的是菩提智慧 拥有菩提智慧的人 他可以解决一切烦恼 很多人念经 想通完全放下 懂得如理如法的去修 如理如法的去行佛道 你这样就能得到解脱 你这样就能走路至善的境界 所以佛陀为什么称我们很多人叫善男子 善女人 因为一善皆百哉 因为善就没有恶 有善的人是善男子 就不能有恶行 所以佛法的传承 它能起八万四千法门的大功德 大智慧 所以每个人只要得到了佛法 你就是已经拥有和进入了 八万四千法门的大功德 大智慧 所以学佛人首先要心要定下来 心定不下来的孩子 学不好佛的 所以清净心非常重要 你干净吗 你的心干净不干净 所以人家说你这个良心啊 非常不好 就是这个心不干净 我无所求 无欲自然 心如水 你的心就像水一样的干净 所以无构心 没有污垢的心 感净啊 你们脑子里如果还有一些 为名为利啊 吃喝嫖赌的那种心啊 你这个人怎么能够没有烦恼心 因为你有构心 一定起烦恼心 既定于心 什么意思啊 寂静的人定得下来 你的心能够寂静 你就心定得下来 所以我们人活在世界上 很多的无名 不懂啊 不知道呀 多少人上当 多少人受骗 最后都说一句话 不知道呀 我知道就不会这样了呀 怎么会无名的 因为你有污垢心 因为你有自私的心啊 如果你能如实而知 自己的无名 如果你能够既定于心 你必定如实而知 不贪的人 对这个世界上 一切都看得很穿 整天贪人间的名文利扬的人 他一定的心是不干净 所以无名极 无名灭 无名开始了 无名灭了 实际上就是你一个修行的过程 很多人你说 无名不懂 然后做错很多事情 慢慢的不懂 慢慢的业障聚集 造了很多的因 集起来了吗 那么无名灭 他也是在因果当中 果报 你受了之后 这个无名就慢慢的消掉 那么你下一次还会有无名期的呀 有无名集的呀 那么你怎么样让自己下一次不要再有无名了呢 那你就是要在无名灭的时候 要懂得无名 我把它彻底的灭掉 我就懂了 我就明白了 我明白了道理 我就是灭除无名 那我就得到了 我就懂了 我下次不会造这个因了 那我也不会受这个果报 想着自己很痛苦的时候 就是因为你的因 才造成了你现在痛苦的果 所以菩萨让我们就是要懂得这些道理 因为人的心会生出无名和烦恼 会生出很多的贪嗔痴 慢疑 但是心 你们不要忘记了 它也会生明生光生慧 这个心会生出烦恼 但是它也会生出光明 生出佛光 明心见性的心 也能生出 也能生出智慧的呀 那你到底要想 生出智慧 还是要想生出烦恼 这就是你自己的选择了 同样是一心 为什么佛教界经常讲 一心是佛 一心是魔啊 就看你的心是到底怎么想的 你首先要想去除无名 你要懂得无名怎么来的 那师父告诉你们 无名是过去无始的烦恼啊 无始节以来的烦恼 造成我们到这辈子到人间来 我们还是想不通 还是搞不清楚 因为我们曾经 做过很多错事 因为我们曾经 造过很多无名的业障 所以这辈子我们懂了 因为我们过去无始的烦恼 和愚痴迷惑的结合呀 上辈子你做错多少糊涂的事情 你这辈子做过多少愚痴的事情 所以无名望动 一个人不明白就会说 我去做 没关系 我去做 乱闯 那就会出事 你如果明白这个事情不容易 还有很多的限制 还有很多的规矩 你就不会 盲动 你看出事的人都是因为 他无名妄动 而在佛教界讲 无名妄动 那本身就是一种愚痴啊 你不明白 你还要拼命的去乱动 去行动 你以为是对的 最后你就叫增长愚痴 这就是轮回的根本啊 所以无名产生愚痴 最后进入轮回 所以轮回的根本 那么就是你这辈子在人间 生生死死的根本啊 谢谢大家